女兒, 我剛才在健身 遇到一個很有型的教練 幸好有化妝 不然我盛頭大汗, 盛臉油 怎麼會見人? 不會, 你大汗的樣子也很漂亮 真是你們不順, 化妝會有什麼事? 說話就不可以這麼說了, 你自己紋身 你們男生在健身時 是不是都會看女兒? 我很專心 我下去就只是看女兒 對, 如果我們每次都掃眼皮好 決定如何化一個運動妝是對的 對 不過我覺得留辦得漂亮一漂亮 不一定只是給別人看 自己開心也好 如果化得漂亮一漂亮 然後出門外做運動, 挺爽的 那就對了 所以待會有化妝師和髮型師 教大家化一個運動妝和運動髮型 就可以一次過滿足兩個願望 實在太有用了 我想各位姐妹都一定適合 不如晚上開始 留辦公司 好, 請教我們今天的化妝師朋友 還有Soy,你好,Soy… 還有KOL的Tiffany 她本身是運動員 知道我們今天有運動化妝和髮型 所以我們當然要請她來試試 你好,Tiffany 我想問你平時喜歡做什麼運動? 因為我也是運動員 所以平時也是跳高和游泳的 跳高和游泳會長期佈曬 你會怎樣護膚? 正如你說,其實會長期佈曬 所以我平時出門前也會先做防曬 回家就會用洗臉奶或卸妝油 去護理我的皮膚 Soy,想問你 做運動一定會出汗和出油 化妝方面有什麼技巧我們要知道? 我們做運動想排汗、排毒 所以選擇底妝一定要透氣 可以用礦物粉底 對,礦物粉底,當你越出油越出汗 它會越來越貼 原來是這麼上劇 今天立刻要示範在Tiffany的臉上 好,首先我們會先塗防曬 是 在公室做運動而已 其實也不會曬到太陽 可以不用塗 其實也不是,其實我們對著燈光 例如你現在拍攝或藍光的時候 其實也會曬到的 所以我們不去曬太陽的時候 也會令皮膚變黑,有斑的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防曬 就已經防藍光和坑洪海鮮了 這麼厲害? 現在要防曬 防曬 防曬,除了健身也要防曬 但平時我們外出有沒有說 至少要塗多少度的防曬呢? 其實這個倒數代表時間值 譬如你30度的話 如果平時大概15分鐘左右 就會曬霜的話 你30度大概可以防四百五十分鐘左右 如果50度大概是七百五十分鐘左右 就看看你那天需要防曬的時間 我練習三、四個小時 但我又可能不會經常練練習 又補防曬,可以怎樣做呢? 可以用一些噴霧,會不會方便你多一點? 其實現在有些防曬噴霧也很方便 但也一定要補 對,多忙也要做 因為特別是做游泳、跳高這些 汗出得很多,而且很容易融化防曬 現在我用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礦物粉底 它是粉狀的 對,是粉底 它是粉狀的,你要不斷打圈、凳 讓它融化在掃子上,塗在臉上 是不是之後連碎粉都不用上了? 不用了,遮瑕就在之後再上 因為平時我們很多時候都會上濕粉 之後就上遮瑕 最後才再上… 再加粉 對,就是塗粉,這個會反過來 因為礦物粉底需要不斷打圈 令它和平膚融合 打圈的時候,如果先放了遮瑕膏 你就會把遮瑕膏插走 所以就反過來 我們先上這個粉 是否最好用你手上的掃子呢? 對,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刷刷形狀 其實也是 這個刷刷,或者這些… 你可以看看我的掃子 這個平頭掃也有一點 最好用一些比較密密的毛掃 這樣就用得比較好 而且如果有些細緻的位置 可以用一些比較細緻的 打圈這樣,把整塊的刷刷 出汗越出油,它就會越貼 越吸收它 對 它會抓住在皮膚裡面 這樣很適合做運動的愛 對 可以跑二十個圈 也不會脫掉 它們是… 而且最好是說 你說這些是沒有化成分的嗎? 對,沒有介面護性劑,沒有植 一些普遍會比較傷皮膚的成分 它也是沒有的 或者防腐劑,人造色素那些都沒有 遮瑕膏也是有礦物成分的嗎? 它簡直都是礦物,全礦物 所以它就說現在科技發達 做得令礦物 也以前通常有粉狀 現在它簡直是液體狀 都已經有了 可以全套都是一個天然 沒有植,沒有活性介面的產品去用 你不怕它塞你毛孔 其實運動大概遮瑕疵 黑暗圈這樣 對 其實都已經很乾淨 對 現在都已經… 很乾淨 其實跟平時的粉底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會有人仍然不選擇 平時我們用的粉底? 始終效果有點不同 它始終是粉 它不能做到一個液體的 太通透的效果 可能要長一點時間長一點 不是即時的效果 其他粉底可能做到一個即時的效果 比較快的 但是這個越來越通透 它也有點薄 其實都可以取代,也很奇怪 這個反而是你要用久了 即是上了一陣子 對… 跟皮膚的油脂… 混合了 再加上寒水才可以融合在一起 化妝後不可以馬上出去,對吧? 在家裡 照顧一下 在家裡做運動 先做運動 就可以到街上見人了 對 現在開始畫眉了 畫眉不用防曬了吧? 畫眉就不用了 不過它依然是一個礦物的眉筆 配合… 譬如全部肌膚都令它沒有傷害 可以選擇 你用普通的眉筆也沒問題 而且這個是比較長的眉筆 適合運動 你不會做一做一做一擦 擦兩擦就沒了一條眉筆 掉了 對,我們的眉筆也畫完了 然後呢? 之後就可以化一點點眼妝 但我不建議化太多眼線 首先我們用一個淺色 打一個眼窩 一點提亮就可以了 對 對,可能會增加它的顏色 亮度… 看起來會比較精神 對 然後我看到這個… 然後在眼線位置加一點灰灰的眼影 拉長一點就夠了 做一個輪廓 對,代替了我們平時密的眼睛 的眼線 對 令它長一點點 好,又搞定了,是不是? 眼影 那胭脂呢? 為什麼胭脂需要做呢? 因為我平時做運動都會紅白白的 是不是可以省下胭脂呢? 對 也不可以這麼說 但不要加太多 如果你加得多,就會重疊,就會很紅 而且我們眼睛可以再多一點點 在眼下面框框這裡 我們畫一點眉筆 會令你的眼睛不像有眼線或妝感 但有一點框的效果,放大眼神 用眉筆它的顏色很軟 而且有一個連繫跟你的眉 所以不會太覺得你很特地 一個顏色突顯了出來 我以後用眉筆 而且眉筆也很長時間 放胭脂… 可以放輕輕,不用太多 因為做運動的時候 紅色很紅 對… 為什麼你的臉這麼紅 對,所以在運動之前 可能會輕輕,刮幾刀 最後在嘴唇上也會用它的唇色 它本身也很粉 對… 所以特地塗一些太特別的唇膏 這個唇膏可以補充維他命E 和透明質酸 就是一個很透明的運動 完成了,讓大家看看 Tiffany,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很薄,會很透氣 我覺得很適合做運動時用這個妝容 大家如果下次要去運動時 也可以學一下化這個妝容 如果想化一個運動的妝容 除了我剛才介紹的礦物粉底之外 可以試一下防曬、防水、防油的噴霧 這支噴霧是用來定妝的 你可以化完整個妝容後 打圈噴兩次 可能一分鐘噴一次 之後那天的妝容 就會有防水、防油和防曬 全天的妝容就很長時間 你怎麼做運動都不會掉 我發現現在香港的女孩子 真的很流行去做運動 你們真的這麼怕胖嗎? 做運動不僅是為了瘦 做運動是一種態度,你不明白嗎? 女孩子做運動是對生活的一份堅持 對自己的一份肯定,你不明白嗎? 人如鮮馬甲鮮是運動的成果 但是能夠在過程之中培養一份信心 是很重要的 你不明白嗎?蘇俊庭 我不明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我約了我的髮型師 James朋友上來 就打算幫大家想一想 讓你們弄好一點的髮型 不要外出很噁心 蘇俊庭 是 你說James是你老友 是,我一定認認的 James是他 真是的 但你知道嗎? 他幫我剪了很多年頭髮 我沒見過你找他 James 是 老實說,你幫我剪了很多年頭髮 但是我真的好像沒試過做運動之前 找你去梳一個髮型 真的,因為很少見大小姐做運動 所以很少可以做運動的髮型 所以我為了證明你 連運動員都可以梳得漂亮的頭髮 我真的找了一個很出色的運動員給你 有Tiffany在這裡,對不對? Tiffany,你好 Tiffany,不如告訴Jim 平時我知道你有時候會游泳 有時候會跳高 是 你的頭髮又不是很長,但絕對不是短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正如你所說 又不是長又不是短 在正中間,最重要是貼住頸部 是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會出汗 因為貼住頸部是很不舒服的事 不得撞 是 而且做運動的時候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是,聽到了嗎? 聽到了 其實做運動的時候不管 如果你冬夏天都會黏著,搭著不舒服 我們其實紮邊也好,馬尾 高低馬尾也好 我們可以留意角度高、低 或者簡直是完全做錯的 即是不同的角度 我們不想它碰著頸部 我們結束的時候 角度可以升高一點 離開一點 我們待會也會嘗嘗一個 升高一點的、高一點的馬尾 讓它做運動的時候舒服一點 好,不如馬上跟我們示範吧 好 我看到我Tiffany的頭髮也很多 而且他染的頭髮也會有點卡住 對…那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如果你說這些卡住的頭髮 如果我們平時在洗頭前發覺很卡住 梳的時候很容易弄斷頭髮 我們可以先用護髮素 塗了護髮素,然後用闊齒梳 先梳通頭髮 然後再沖乾淨再洗 就可以減少頭髮截斷的機會 一般很多我們洗頭都是下洗頭水 然後再用護髮素 現在就反過來 或者先用護髮素做一層 梳通頭髮 明白,這是心得 而且他看到頭髮 他可能剛摘完頭髮 或者早上睡醒的時候 都會很散 我現在就有個梳,他會發熱的梳 這個做出來的效果 就是可以給你一般梳頭的時間 可能都是用幾分鐘 但就可以做到一個很亮,很鬆的效果 是 因為它的熱度是… 出煙,出煙 因為是水分 頭髮有少許水分 是 頭髮這樣熱完之後 它就令頭髮的反光度一致 是 你就會看到頭髮的亮度 是讓你睡醒,就是用你一般…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這個效果 你可能用風筒,再加一輪,一起梳 就是要一定的練習才能做到 但Tiffin,你主要是跳高 你摘頭髮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要很穩?你覺得… 也會是,但首先不要亂飛 不要亂飛 是嗎? 對,一定要整齊 就算前面的嬰兒模式 我會用夾子,自己夾上去 簡單來說,又要漂亮,但又不飛來飛去 我特地問你,就是讓James知道 James C 是的,但在一個髮型師的角度 漂亮是走在C旁邊 正在中邊 對,我想把頂部… 因為他做運動 我不想他太多頭髮在頂部 會掉下來遮蓋著他 我就會在這裡跟他做一個貼頭邊貼著 然後跟他做一個馬尾 但我想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很多人的臉型不一定很漂亮 所以我會在旁邊的寶寶鞋 我會留一點出來 幫他修飾臉型 因為我拿起中間最容易擋眼的部分 旁邊的這些少許也好 它會遮蓋,但不會令它很不舒服 但這些就是能夠修飾臉型 可以好看一點 現在先… 要拿到點 要紮實在前面 就是… 其實我是男士,我真的不明白 你現在要做到怎樣? 其實紮邊 我又不是想跟他做一個三瘦邊 我想跟他做一個… 比較有趣的邊 希望… 好 會不會經常都是一條馬尾? 很悶嗎? 我平時練習或比賽 都會先摘一條馬尾 之後再自己繞一下 是 因為我也是想… 簡單得來,又有一點點花款 是 尤其是比賽可能會拍照 有些東西 試著試著 對,一定要靚靚的 沒錯 沒錯,很重要的,這個靚靚 但我一看到James在你頭頂 不斷地打裂 但我未知會是怎樣 也會很靚的 譬如看到James現在紮緊 當然你現在很熟悉 其實怎樣為止 譬如紮這些三瘦邊 叫做紮得好看? 要做完出來,那個立體要夠靚 不要紮完之後 別變平平平 很混亂 現在我這個… 其實我做不到這個鞭袖 我都會拉鬆一點 好,James,我看到鞭炸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應該怎麼做呢? 然後我留下旁邊剛才說的帽帽 留下一點點給他 不用太多,有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處理馬尾了 好,馬尾就這樣炸嗎? 馬尾其實就是… 因為我現在預計要做運動 我其實都是放乾淨的 如果… 而且如果自己去處理的話 我們比頂部好處理的話 其實旁邊和後面 是不需要做太多東西 因為要做運動 你做得太多花巧了 有個形狀可以看得到 那你拍照的時候會立體很多 最重要是拍照漂亮 因為我可能會拿獎 是 沒事 現在這個是不是高邊? 我這個不算很高 這個叫中間 中邊,是嗎? 這個高度不會凹著頸 做運動的時候也不會有汗滴 這個高度是最舒服的 真的立體很多 正面,而且沒有那麼單調 這部分正常就完畢 不過有時候很多人想遮住橡筋 是 那我會怎麼處理它呢? 我會在馬尾的底部 拿兩個膝蓆頭髮上來 然後就綁蝦蝶結一樣 綁了它 是 遮住它 是 然後我們也可以用橡筋 在底部綁上橡筋 它就可以完全收拾到 這個方法就是不用放夾 因為放夾是需要練習的 放得不好的時候 做一下運動會脫出來 用橡筋這樣做 它就可以在底部承托著 落到邊邊更加挺 它又可以包住橡筋 對 現在Tiffany,你可否擺一擺左右的頭 還有,如果這個馬尾 我們做完之後 其實如果我們想它更加多層次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裡… 還可以做? 還可以做,其實這個是一個… 都是用多幾條橡筋而已 但做出來的效果就會有趣很多 做運動的時候 然後你又想它好像很自然 但你又覺得它有很多東西 是 這樣做得這麼漂亮 頭髮走出來的人都比較聰明 是,即是贏了一輩子 是,紫信也比較高 其他對手,你的頭髮這麼普通 你看我的頭髮 是,有色心打扮的 沒錯,預料拍照的 是,下了功夫的 現在James,你做寶寶髮吧 對,我把這個…因為我想留給它 我怕會影響它的運動 是向後咬,對嗎? 沒錯,這個是向後咬 所以很自然 為何要向後咬呢? 我就是不想擋住它的眼睛 它是一個運動員 通常我們收尾的時候 我不會做收尾 收尾是越輕鬆 自然一點 好像小小那裡電了一個大圈 對 最好,天生就是小小的 你看看,你自己照看 Tiffany喜歡嗎? 很喜歡,我覺得很漂亮 很特別,這個James Braid James,你幫這個髮型改名吧 剛剛這個James Bean的名字很好聽 不過我想它叫做Tiffany Bean 因為是為它而傳 很幸福,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如果可以自己學到 我如何做,會更加好 我平時出去比賽也可以自己做 等一下請教更多,James 一定要 今天謝謝James,謝謝 謝謝… 很多人的頭頂很扁 很扁的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頭髮分得太久,同一個界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同一邊界 可能分左一厘或右一厘 就可以令頭髮有一個不同的界 但又不會不同的方向 頭髮就會鬆很多 Forties 蠟燕 Mel 蠟燕 菜式 若掰掰 團結 馬適,你們做 沒有顏色 但蓮蓮喊到會真的很悶 而且套餐也不是每樣適合吃 可以了,不如自己做吧 自己做是否真的是你做? 你做的選擇很遠猜到 你做到的是不是菠蘿腸仔 三文治,或者咖喱魚蛋 你也可能做到的,但是不吸引 你太小看了我,我才沒你這麼客氣 我早就問了Annie師傅 她今天會教我們做派對食物 讓我們大家可以開心分享 你真的很棒,美貌與智慧並重 現在我們快點去找Annie師傅 好… 行了… 為了食物,我不介意道歉 帶我去,可以嗎? 那我原諒你,一起去吧 你道歉 算了,你算了 Annie師傅,開派對想自己做食物 但我不想那麼悶,有什麼選擇嗎? 當然有,有意在好吃,好嗎? 好 當然好 魔鬼汁焗青喉 魔鬼汁? 我剛才看過日本的地獄拉麵 對,很辣的 是你的朋友嗎? 她也對 魔鬼汁應該比較濃烈 比較辣,酸,甜 什麼都放進去 一吃就會胡亂做事,胡亂說話 那是你 多噴 我來吃了,可以變壞人嗎? 我們除了好吃後 要放出來也很漂亮 所以我會拿一點生菜 如果要把菜或青瓜或車尼茄 先放好,要適香味俱全 我看你很隨意用手撕開就可以了 是啊 因為魔鬼是不跟規矩的 不是,實在很多時候… 除了蔬菜的東西,如果洗乾淨水 用手撕開,不要讓你用鐵刀 會有生瘦 好,現在我把這個切一點青瓜 這個應該用手撕 也不需要用手撕 這個我最不適用手撕 你其實不跟規矩 我們放一點 紅色… 像沙律一樣 對,你可以放在底部 好像最魔鬼的派對 那個慢慢出來,這麼早就告訴你嗎? 要放出牆 好,這些我放在這裡 已經很有氣氛了 對,有派對的氣氛了 好,現在我真是魔鬼出牆 這個要先放開一點 是,這樣來吧 放開一點 我就說魔鬼的其中一件 青口有些新鮮 也有些是雪藏急凍的 我今天買了半殼 為什麼要買半殼呢? 實在是半殼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女頭大小 還有你說那個殼是否漂亮 原來兩個殼不是吃的 但是要拿回它 買回來的時候,我們用雪 然後最好每一隻都要印一印 不要有雪,你的味道很淡 看回來的時候 當然有個位置貼著殼 就是這個位置 你用尖的刀子… 叫什麼名字? 那個叫大紙位嗎? 大紙位嗎? 我覺得它很像大紙位 大紙是這麼大的 原來也不是這個位置 我們叫它枕,你叫它這麼漂亮 好,尖的刀子在這些位置 最重要是手指離開 就可以很容易地開出一個 做好之後,這些我們不要丟 用它 待會我們拍的時候就放上去 當作一隻碟子,像派對嘛 對 對 又不用用小碟子 自己拿起一個就可以這樣吃了 我們去做東西了 師傅,如果用新鮮的青口可以嗎? 是否這樣處理? 新鮮的青口也可以這樣處理 不過一般來說就是小隻 青口比較好 好,我們現在合作做事 好… 先做這個魔鬼汁 魔鬼汁來說,實在不是很麻煩 是比較你自己喜歡的很強烈的味道 寫上來就很豐富 這個就是… 像泡沫嗎? 你經常喝的 辣椒汁是其中一個真是魔鬼辣 看你喜歡多辣 我聞不到已經覺得很辣了 對,接著就是… 這是香蕉 對,香蕉,就是這個加辣 你很喜歡嗎? 我很喜歡 原來每個人都有些東西在這裡喜歡 好,看看你喜不喜歡它的混合 好,接著我們有這個喵汁 喵汁也是很厲害的 這個我喜歡 這個也是很喜歡的 因為它放進去這麼多樣的東西 都是比較強烈的 是 這個是小朋友喜歡的 我們有茄汁 茄汁 茄汁出來… 像薯條就最好了 對,它有點紅紅 變成像魔鬼一樣 是 好了,做完之後 我們也要放一些好吃的 放一些糖 這個是糖 我最初以為肉鬆 我也以為是 是黃糖還是蟹糖 這個黃糖也放進去 放一點鹽 是,黑椒和鹽 對,還不僅僅 還有一件東西 這個就是乾蔥蓉 是 乾蔥蓉,我們再放一點 其實煮東西很有趣 你放一點這種野味 會切成鹹的配料 在煮的時候 味道就會爆發出來了 是 所以我在這裡生地拌勻 好,拌勻之後 我會將這些全部放進去 好 來,先拌勻 原來是這樣的 對 這樣就拌勻了 有時候可以醃一下 甚至你不醃也可以的 為什麼呢 青口已經大半熟了 表面很濃郁的醬汁 吃的時候一口就已經變了沒問題 現在醃要醃多久? 沒有所謂的 還是上了醬汁就行了? 上了醬汁應該可以了 上了就行了 因為醬汁也挺濃稠的 我們還有東西可以做 一起做好嗎? 好… 好 第一,你幫我做 好 每一個青口殼 放少許乾蔥 這樣就夠了 不然會把他們辣掉 不要太多… 好,好多 少,一半 真的嗎? 因為太多,底下不熟 就真的吃起來 不太好 我就會放一個青口 可以放一個青口 多了一個青口 然後你做事了,好嗎? 這是芝士 是 你可以放少許的芝士 多一點,我就多一點 芝士 芝士很厲害 好 好,之後你用牌子去盤子 是不是很簡單? 是啊 如果一群朋友開派對 每個人都要幫忙 這樣才好玩 分鬆分作 沒錯 放好了嗎? 差不多了 我們多一點 對,先做這些 好吃的食物 永遠多一點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好,那我們放進烤箱 烤箱盡量開大約200-200度左右 好,我們只要把芝士加熱 融合芝士加熱 那些青口 實在是已經熟了很多 芝士加熱 融合了 鬼出場了 真是金黃色的 很棒 你聞到還有一股很香的味道 聞到 蘭椒汁味 魔鬼汁味 很漂亮 放進去 看起來很漂亮 很漂亮 看起來很漂亮 每一隻都很濃 這個菜式叫什麼名字? 我叫魔鬼汁, 焗青口 很香 很辣 但辣得很有層次 很香的味道 對 你覺得怎麼樣, Miki? 辣得也有甜甜的 我只吃過芝士很香 我覺得最魔鬼是 你吃了一口之後 你發現你不能停口 對, 我會想拿多吃 是嗎?快點吃, 快點吃 你試穿很可� 對,阿 打擾 這個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